以下节目指标带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评,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播放CW的时间 今次要讲的是ARRO第七季第十二集 而这一集亦是ARRO第150集 我事前是不知道原来已经有150集 所以我看这集的时候都充满惊喜 而今集的整体感觉很好 虽然剧情上有很多不諱 但他有那种好像第六季尾段 好看的那种感觉 但未到第五季和Pometheus对战那种紧臭精彩 但以今季来说,算是高质之助 而我个人来说,今次第150集 比当年的第100集好看 而他一开始就出现了滑纳电影的片头 我真的以为我自己看错了影片 直到我看到Quinton的死人头 今集好像玩得很大 话说,今集就是用一个纪录片的形式 去展示Oriva作为ARRO的面貌 然后他会访问了很多在这部剧已经失踪了很久的角色 有Quinton,有Thea,有Sarah,有Rory 即是Redman,还有Sin 我觉得厉害的是,我怎么找到他们的? 我指的厉害是,我觉得记录片制作组的厉害 其实整部剧,我对他的吐槽位 全部都是基于我对纪录片制作组的能力的质疑 Quinton和Thea是显示过去的访问片段 我觉得仍是合理的 但Thea在片中说,Tommy是哥哥 这些东西明门望族不是秘密吗? 那Sarah在Wave Rider如何联络她呢? 那Rory又会在纪录片中公开她是Redman的身份呢? 即是现在是不是Marvel那些超能英雄注册法案? 即是每个人做过Figio Lenti都要出现 根据今集的设定 这条是关于Oriva作为一个Figio Lenti 但成为了警方顾问的纪录片 他的目的就是令到Star City的市民能够更加接受 原来Figio Lenti都能成为警察的一部分 今季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Arrow变成了警方的顾问 之前我们有提过 大家观众都很疑的问题 就是今季Arrow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看完今集 我觉得他应该想说是 今集因为Oriva成为了警方的顾问 这些人促成了Figio Lenti和警方的合作 从而令到政府 即是久而久之 分裂成两个派别 分别是支持Figio Lenti 和反Figio Lenti 在十年期间 不停磨擦 发展成未来线的派别的战争 而在片中制作组 我跟着Oliver拍摄他 在警方工作的生活日常 而当中他要面对一个新的对手 叫做Chimera 其实上集已经铺了一条筋 他就是上集的 失章至小的神秘人 今集他就说 他开始捕捉那些Figio Lenti 而今集他就说 新的Green Level被绑架 其实这个笔位就是 应该拍完就立即播出 但在片中 Anne Miko的身份又公开了 他由出场到公开身份 都花了两集的时间 我本来希望Anne Miko 这个角色会有更大的作用 但你这么快就勾了他 就好像过了过场 而Oliver就去追捕Chimera 很厉害 这个纪录片制作组 他说我们知道风险 我们不怕死 都算了 那个CAMMAN还跑得比Oliver 他下距离位 拉镜头 拉得超稳 而且他今集 很特意令Oliver 好像很差 他明明射箭 百分百中 哪有可能追一个小竹追整集 本身看的时候 由于我还没发现 原来这是第150集的关系 其实我真的以为Chimera 是今季中的Boss 对 今季中的Boss 是中的飘移 Diesa Amico Dante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想太多 其实Aero 由第六季开始 已经不是以季数去讲故事 不是一季中的Boss 很明显是以七至八集去讲故事主 然后一句讲到 九数六二十三就好了 那便停止这一季 所以上季才会有 好头好味 中间的情况 中间的Caden James是亂来的 后来说Oliver的真正又很精彩 今季也是这样的 你见头五至六集 其实他的监狱线是可以的 后来又亂来 一段时间的感觉 来到今集 我觉得这个故事主线 好像有点曝光 因为我觉得 原来你今季是想讲 一个会Huntdown Figilante的神秘人 其实是挺好看的 谁知道原来 他只不过为了 这次150集做的一个独立故事 其实我是有点失望的 虽然我吐槽了很多地方 但其实今集真的挺好看的 以今季来说 他有这么多个角色下串 其实我最想念的反应是Rory和Cin 因为这些是很难 会再次出现的角色 而他找了他们出来 而Roy的出现 就是重演到第三季 假扮Arrow的情况 很可惜Roy的样子 已经出卖了他 所以你这么胖 肯定是现在才拍的镜头 Dies 也是很厉害的 制作组怎么可以去监狱 找他做访问呢 他还要去Argus 访问Diggo Argus不是神秘独立机构吗 不是很秘密的吗 不过今集他虽然说了打敗Tramara的单元故事 但其实他有几个理程碑 在今集达成了 第一是 Team Arrow是全队回归成为警方的一份子 Team Arrow一直在今季分路仰标 而Diggo很明显 关于Dante那件事 都对大家有所隐瞒 之后肯定他一定会用一集时间 去说Diggo和Oilpha 如何因此而反面 如今 Team Arrow 算是可以光明正大地 用Fijolenti的身份去执行任务 而第二 未来线的Fijolenti危机 应该和现在线有因果关系 未来线会发生的战争玩具 对话来说是因为今季Oilpha所做的东西而组成 而未来线亦增加了新角色 即是Maya和Connor 从结局去看 你会发现Maya是反Fijolenti的成员 因为他在未来是Felicity 即是Calculator的同伴 而另一个黑人男子就是Connor Hawk 如果你还认得他 其实他是在Aeroverse已经出现过的角色 Connor Hawk 其实在Legends of Tomorrow出现过两集 他当中是飾演在未来世界的Green Arrow 究竟这个Green Arrow 为什么会和反Fijolenti的成员 Maya清兴道妹呢 就要看下去才知道 如果有什么留言 欢迎在下面留言 还有记得Like和Subscribe 拜拜 拜拜 字幕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